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兰花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 当兰花到了长出新芽的一个时间 我们要如何给它吹芽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的兰花冒出新芽的时候 给它浇水也不能大意 为什么呢? 正所谓养兰一点通,浇水十年功 那么我们给它浇水也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我们养殖的兰花要确定它是否新芽冒出土 当它冒出土的时候 我们给它浇水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浇水多了,不仅病菌容易繁殖 而且急流太虚也很容易出现烂芽的一些现象 急流太干了也会影响兰花的新芽生长 甚至也会出现干枯萎缩的一些现象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兰花浇水 最主要的就是讲究一个润滋 润而不湿的环境才能够让新芽冲生冒 给兰花浇好水要经过冬年累积的一些经验 还有所在的环境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那么像我这一盆兰花它已经冒出土了 这时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也就是在水里面给它加上这一种营养液 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它是一种微生物有机营养液 既可以调节水质 就可以给它补充一些微量的养分 才能让这个新芽失收到水分养分也不会缺失 新芽才会撑撑冒 一比一千的比例 每七到十天给它浇一次 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水分溅到新芽 如果溅到了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在通风的环境 或者是用一些小风扇把这些新芽给吹干 不然它容易积水导致它出现腐烂的现象 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